扎爹葬礼上 他的情妇公然出现 要为私生子争夺遗产 笑话 到我手里的东西还想扣出去 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清算往日仇怨 他们道上赶着把脸送上来让我打了 把这群不三不四的人给我赶出去 老混账蒋真容死了 还没留下遗嘱 作为他正儿八经的唯一后代 我火速回国继承遗产 收拾垃圾 蒋真容情妇众多但子嗣稀薄 最受宠的温琪雅靠着生下唯一的儿子蒋书旭进了蒋家大门 无论是我还是温琪雅都没有想到 偏心如蒋真容 竟然不立遗嘱 本以为会尽数落入蒋书旭手中的偌大蒋家 如今成了我的掌中之物 更耐人寻味的是 老头子一死就被温琪雅急不可耐地火化了 没有遗体做不了亲子鉴定 就不能证明蒋书旭是蒋真容的私生子 他就继承不了遗产 我本来还担心我火化遗体的速度不够快 没想到敌人竟和我出了一样的招 自毁城墙还这么急 他唱的什么戏 我故意将蒋真容的葬礼风光大半 温琪雅果然不请自来 他当然得来 葬礼是老头子最后的风光 也是他最后的机会 夺回蒋书旭应得的遗产 温琪雅在老头子遗照前肝肠寸断地哭诉 演足了痛失所爱又被妓女刁难的苦情后妈 过往十几年 她用这招对付我和我妈无往而不利 我知道小支你素来对我有意见 可我毕竟是阵容的枕边人 她尸骨未寒 你就把我和书旭赶出蒋家 未免太过心狠 前戏府一铺垫好 温琪雅就开始唱戏了 是想借着葬礼道德绑架我啊 可有什么用 须知是人惯爱捧高踩低 西年我为低 今日我为高 人走茶凉 现在蒋家的当家人是我 还有他什么跳脚的份 他想道德绑架我 也不看看他的绑架够不够的上我的边 温女士 据我所知 你和我爸并没有领结婚证 无论是这场丧事 还是蒋家的财产分配 和你都没有关系 至于蒋叔旭 我爸都只认做干儿子 我可不敢替他喜当爹 众目睽睽之下 我毫不留情地撕破他的脸面 冷眼看好戏的众人 很给面子地发出一阵痴笑 温琪雅的表情僵硬了一瞬 又很快调整好 他最擅长识实物说鬼话 迅速调整策略 你心里有怨气我能理解 可书续是你血脉相连的亲弟弟 打断骨头连着血的亲人 更是镇荣唯一的儿子 你要断蒋家唯一的根 可想过怎么对你爸交代 传宗接代的话 哪怕从情妇嘴里说出 也很挠男人的养畜 场上不少男人当即目录赞同 一叠声劝起我来了 不知啊 你是知道我的性子的 别怪我多嘴 书续是蒋家独子 你和他同气连之 要互相扶持才是 你李伯父说的有道理 有什么是外人只会看笑话 还得是自家人才能帮着解决 要我说镇荣也是糊涂了 其他的也就算了 公司还是要交给儿子的 你怎么撑得起来 蒋氏这么大个担子 所谓的叔叔伯伯 你一言我一语 不知是想借机分化蒋家 以带来日吞吃 还是真心觉得一切恩怨 大不过所谓血缘香火 都劝我将蒋叔叙事 若亲兄留在蒋家 而我满心嘲讽 原来他们也知道 按岁数那蒋叔叙比我都大 我却不想接他们的招 多废口舌做什么 我难道动不了手吗 我找来灵堂安保 不是说了无关人员要清理 把这两个人带出去 四周未知一计 没想到我会直接无视 温奇亚被迫交出后手 小只 阿姨本不想和你闹到这一步的 把镇荣的遗嘱拿出来 私藏遗嘱是违法的 在一片寂静里 她声音里暗藏的自信 不宜更加鲜明 也难怪 蒋震荣 一个老直男挨了 把正经婚生子赶到海外 却把私生子捧上天 蒋叔叙毕业后 就被她带着进入公司空降管理层 俨然一副把她当作自己接班人的架势 这种前提下 温奇亚自然不信蒋震荣会不立遗嘱让我简陋了 我看了看身侧的徐律师 得到我的示意 她开口 我方是蒋震荣现实遗嘱事宜的全权代理方 蒋先生住院期间撤销了生前拟定的遗嘱 并未另立 所以其逝世时 名下并无遗嘱 徐律师是蒋震荣生前最信赖的律师 她的话击碎了温奇亚所有的胜券在握 看着一脸不可置信的温奇亚 我心里暗叹 这才哪到哪 撑住啊温女士 别现在就失去战斗力了 反倒是蒋叔叙 眼看着要一无所有 却还在细细整理袖口的猫形袖口 宛若云淡风轻淡薄名利的轻贵公子 真是比他妈还会装 温女士 藏匿遗嘱是犯法行为 你的污蔑我保留追究的权利 如果你对遗产的分配 律师的职业操守等等有质疑 请报警 我会对警官问必答 我不懈地撇撇嘴角 深知这样会更刺痛面前人的心 但绝不是什么恶猫阿狗冲到我面前乱废 我也会笑脸相迎 温奇亚仍是不信 阵容怎么可能撤销遗嘱 谁都知道他有多爱护书序 又在多少人面前说过要把讲事交到书序手里 反倒是小知你 串通律师篡改遗嘱 小知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如果我真报警了 他佯装出不忍心报警的样子 羽翼里的威胁锋芒毕露 懒得听他继续废话 我转头催促保镖 还等什么 把这群不三不四的人给我赶出去 你 蒋家遗产纷争为目出奇 没人愿意在这时候得罪我 一个强势的当前赢家 无人阻拦 他们母子二人被推丧着请了出去 我注视着他们屈辱又愤怒的身影 勾起嘴角 我早说过 如今的蒋家是我蒋不知的蒋 而我 自然可以肆意妄为 做一些我图谋已久的事 比如夺回蒋家 比如了结仇敌 比如 羞辱蒋震荣 蒋震荣啊 好好看看 这就是你费心宠爱的小三 和你寄予厚望的儿子 一个撒泼打滚 一个装枪做事 全都不堪一击 最重要的是 没有一个在意你 只顾着在你的灵堂抢遗产啊 你的葬礼也好 你的生前也好 统统成了一场笑话 而这场笑话 绝不会就此消弭 果然 温奇亚迅速报了警 为这场声势顶沸的闹剧 更添柴火 小黑屋里 审问人员开门见山 蒋不知 有人举报你私藏遗嘱 操纵他人遗产归属 你见过这份材料吗 我一看 是老头子生前例的遗嘱 他竟然给了温奇亚 哎呀 谁能想到老谋深算的蒋震荣 也有河边失血的一天 把这种东西流露出去 难怪他们有恃无恐 再不把他放在眼里 才见到 不过没盖章 没公正的遗嘱有什么用 我一小时能编出十份不一样的 持有人坚称蒋震荣先生生前所立遗嘱 我们也在律师那找到电子板 不过被销毁了 警官面容难看 你是否收买律师销毁了这份遗嘱 操纵蒋震荣先生遗产分配 我笑了 警官先生 你们动作这么迅速的话 怎么不顺便看看徐律师电脑里其他相关材料呢 比如 蒋震荣在病房撤销遗嘱的视频 审问的人傻眼了 连忙出去和外面的人一起核对材料 还真找到我说的视频 视频里蒋震荣一时清醒 头脑清楚 在律师以及公证人员的见证下 亲口说出了撤销遗嘱的话 一切 合法和程序 再不会有比这更公平公正的事了 温奇雅惊诧地看完视频 史料未及 这 这不可能 撤销遗嘱这么大的事阵容 不会不声不响地办了 他那么疼爱书序 不会 想到什么 他又找回底气 视频也可以拼接伪造的 你们要好好查一查 自然是查验过的了 我湿湿然走出小黑屋 不是谁都像你一样 那么擅长剪辑视频的 温女士别总是以己夺人啊 我有一个水性极好的姐姐叫蒋不万 却在温奇雅和蒋叔旭 住进蒋家不到半年后 溺壁在泳池 监控视频有再明显不过的拼接痕迹 连当时未成年的我都看得出来 蒋震荣却视若无睹 第一时间销毁监控母带 坚称姐姐是意外死亡 一条人命 我的姐姐的死亡 就那样轻飘飘被暗下水面 不见天光 哪怕时隔多年 缺少证据 我也要为他讨回公道 你对我总是这样加枪待棒的 我已经习惯了 可是涉及法律的事 却不是小只你能耍孩子脾气的 他壮若无奈地叹气 却不再像之前那样四平八稳 他慌了 景观同志 视频是真实的吗 得到确认 温奇亚的脸色迅速灰白 却还不肯放弃 这 也不能保证 蒸荣的决定是发自真心的 他当时生病了 头脑本就不清醒 说不定是 是谁用手段控制了他 药物 催眠 都有可能啊 温奇亚又开始泪眼连衣 镇荣虽然不在了 可如果他死前真的经历了什么 我是死也不能放过 必然要追查个水落石出的 无论是医院的病例 用药记录和医疗评估 还是三方公正人敌证词 都可以确认我爸当时神志清醒 自主决策 我耐心为他科普 温女士是觉得自己的突发奇想 比医生的专业判断 以主公正的程序 警方办案的能力都更可信吗 还是说 你知道什么内情 你别瞎说 温奇亚连忙否认 那谁知道呢 毕竟温女士那么爱我爸 她生病住院肯定全程陪护 有人对她做了什么 怎么能逃过你的法眼 我似笑非笑 真要说起来 最有机会对她做什么的就是你了 偏偏你又着急把她火化了 怎么那么像做贼心虚啊 温女士 温奇亚身形一颤 忙转移话题要查医院 警官无奈忙刀刀转开 温奇亚却明显心不在焉 谁都知道蒋震荣没被控制 她提出细查不过是为了掩盖心虚 她到底心虚什么呢 警局仪事后 遗嘱再没有可做文章的了 但我知道想顺利继承遗产拿到蒋氏难题在后面 在蒋震荣不遗余力地铺路造势下 蒋书旭在公司根基甚稳 甚至蒋震荣早把一部分股份转移给了她 以至于如今管理层里还有不少站队她的高层 我自信可以在商场上斗赢蒋书旭 可一来落败退出蒋氏这样的结局在我看来实在不配她的罪恶 二来公司内部斗争影响股价 伤害的是更多下游产业和股民 并非我所愿 我还在思考 温齐亚先坐起腰了 她尤其爱提着饭盒出入公司大楼 美名齐约担心儿子因为父亲去世伤心过度吃不下饭 她频频出现在我眼前 已经足够恼人 更枉论她频繁出入的是公司第二大股东黄焕的办公室 自从她和黄焕搭上关系 本在我和蒋书旭之间摇摆不定的黄焕态度也渐渐明朗 公司早会上她屡次打断我发言 却对蒋书旭多加赞赏 我说小只啊 听你黄书的 左右你手里的股份也够下半生不愁了 蒋氏就交给书旭好了 我和你哥哥还能害你 你妈专心找个好男人嫁了经营好自己的小家才是要紧事 早会结束后 黄焕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势数落我 站在她身侧的蒋书旭含笑不语 望过来的眼神满是不屑挑衅 我的私事就不劳黄董挂心了 我满心作呕 看来要把这个黄焕一起剔除了 看来之后的股东大会黄董有心仪的人选了 自然 女孩子经手一下公司度度金好找人家也就够了 正经还是要交到男人手里的 黄焕雨含敲打 身以为然 她挺着个大肚子 颇为轻蔑 听说你和齐雅之气 到底是长辈 你从前以后都得她照顾 女孩子家家的要孝顺乖巧才好 这样吧 过几天我请你们晚餐 饭桌上你给瘟疫赔个不是 这事也就过去了 真是忍不下去了 黄董近期还有空侠 匿名举报的是 黄董不会还不知道吧 他当然不知道了 他偷税漏税 侵占公款的证据还在我手里 本来没准备这么快送他走的 谁让他自己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黄焕文言脸色不对 有心想问我又不愿拉了下风 勉强应对几句后迫不及待离开 被瞬间遗忘的蒋书旭没有走 死盯着我 你做了什么 现在的话 还什么都没做 我眯起眼 不过很快就不一定了 蒋书旭脸色难看得很 不过我很理解他 任谁才找到的靠山转眼就被扳倒也很难冷静 他很快恢复风度离开 丢下一句 蒋家的蒋是谁的蒋油未可知 妹妹 啊啊啊我要杀了他 他爹的叫我什么 真恶心人啊真会恶心人啊 怎么会有攻击力这么强的两个字啊 黄焕自身难保 没有黄焕的支持 光靠蒋书旭那点股份想压过我是不可能的 温蒋二人剑区陷救国无望 只能打官司从继承法下手为蒋书旭争取继承权 说起来我还以为温琪亚会第一时间打官司 没想到这在他那还是个备选方案 这继承遗产之路 还真是迷雾重重啊 但无论多少迷障 蒋震荣的遗产 温蒋二人的后半生 都必须掌握在我手里 转机很快到来 蒋震荣另一个私生女蒋书涵主动找到我 她生母难产而死 被蒋震荣辗转脱手交给好几个情妇照顾 最后成了温琪亚养女 却被她丢在郊外别墅 没和温琪亚一起住进蒋家祖宅 我那时自身难保 只知道有她这个人 却不曾见过几面 又有什么好见的 一同在苦难里尽自的弱者抱头痛哭流涕 我知道 我和她都不会喜欢这种受害者见面会 蒋书涵成年之后就不再和蒋家联系 我很好奇她怎么会在这时候找上我 蒋书涵递给我一张亲子鉴定书 蒋震荣多疑 私生子都做了亲子鉴定才肯养 这东西 我想蒋书序也有 早已有亲子鉴定 难怪温琪亚敢火化蒋震荣的遗体 我以为她只是想掩盖蒋震荣死亡的真相 现在想来 这其中大有深意 我真心实意地对蒋书涵到声谢 有她这份线索 我终于找齐了真相的最后一块拼图 把蒋书序无伤轻出 彻底接手蒋氏 指日可待了 蒋书涵和我记忆里的样子差距甚远 彼时她应着蒋书序的要求冒着大雨从别墅赶到蒋家老宅 只为了送一本无关紧要的书 蒋书序不许庸人给她开门 她被扔在雨里淋了四个小时的雨 我带着一把伞去找她 她却不要伞 伞救不了我 只会令我淡忘此刻 细密的雨帘下一双清零零的眼睛从散烟下望过来 我窥见了她恨一只火下正在痛苦 正在被伤害 正在碎裂的灵魂 而此刻 她在咖啡厅拐角的阴影里做成了一桩风波不动的木雕 你不会止于遗产的对吧 我知道 她已不会轻易被伤害 她碎裂的灵魂重新被粘合 当然 我怎么会甘心让她全身而退 我和你一样恨蒋叔叙 是了 比起星星座太顿刀子割肉的温奇雅 看似置身世外的蒋叔叙才是最可恨的那个 不只是因为她是既得利益者 起先我也被她外表蒙蔽 直到她进家不到三个月 我养的四只猫全部惨死 哪怕我有所察觉 百般防备 我的小猫 还是全死在她的手里 从一开始的淹死 摔死 到最后凄惨地出现在我的床上 浴室里 如此直白的挑衅和恶意 蒋震荣却视而不见 轻拿轻放为 意外 她甚至不许蒋叔叙成为动手的人 以免落人口实 蒋震荣的偏护让蒋叔叙更加不加收敛 高空落下的花瓶 藏在门上的闸刀 卧室里突然出现的蛇 食物里的过敏源 她总露出一丝马脚 好像不打算害死人 实则只是不想干脆利落地害人 她要我和妈妈在恐惧里担惊截律 好甘心血再给他们母子二人让位 蒋书涵听完我的描述 再喝不下咖啡 温奇亚害死我妈妈 蒋震荣因她生了个男孩就放任不管 将我像宠物一样送给她宠爱的情妇 甚至把我挂在杀母仇人名下 蒋书旭肆意虐打我 拍下我的照片逼我去陪她的兄弟给她换取资源 我报警又被蒋震荣施压撤回 不了了之 她半张脸落在阴影里 仇恨点亮了阴暗的眼眸 以前没办法 逃离是我最好的路 可是我不要一直逃 我从来不打算一直逃 当然 我毫不犹豫到 我们要夺回属于我们的 回敬他们给予的 四目相对间 我们达成了共识 那绝不是受害者互相舔势伤口 而是复仇者的共谋 法庭上 温奇亚果然拿出蒋书旭的亲子鉴定 这份亲子鉴定书可以证明书旭是镇荣的亲儿子 按照继承法 他何该继承镇荣的一半财产 饶是厌烦他至极 我都忍不住笑了 你在说什么笑话 登堂入室太久忘了自己没有结婚证吧 我妈只是去了国外 可她还是老 我爸的法定妻子 这也是支撑我妈被那对狗男女折磨那么久 还不肯离婚的支柱 我以为柔弱可欺的母亲 在得知蒋震荣死讯的那天养天长 擦掉眼角的泪狠狠对我说 支支 这就是我不肯离婚的原因 那个老东西抽烟喝酒养女人 眼瞎心芒疑心重 怎么可能活得过我 有那张正 她活着挣到的所有钱都要分我一半 死了的遗产也都是我们支支的 被律师科普蒋书旭只能分到六分之一的遗产 蒋书旭脸色难看 却还强撑着 无论是多少 我都是爸爸的儿子 我要捍卫我的身份 捍卫我的继承权 我爸一直没有认回你 未必没有别的考量 这份鉴定书年代久远 当时的技术不完善 我质疑她的可靠性 无视蒋书旭看小丑一样的眼神 我继续道 我要求重新做亲子鉴定 蒋书旭丝毫不慌 不认回我 是爸爸不想我和妈妈受流言蜚语的困扰 时间更不影响这份专业亲子鉴定的真实性 我却觉得好笑 蒋震荣曾在喝醉时吐露真心 要不是没有儿子传宗接代 他不会接回私生子 哪怕认作干儿子当遮羞布 还是给他的声名赫赫添上一笔污字 蒋书旭在楼梯上听到这些话 第二天依旧能毫无芥蒂的做孝顺儿子 连蒋震荣都被他骗过去 论演技 谁能超越有利可图的投机者 妹妹明知道爸爸的遗体已经火化 你只是想拖延官司 蒋书旭言之凿凿 但你阻止不了我得到应得的继承权 他意气风发 笃定自己是此事主角 我不过是一时跳脚的拦路石 可惜 当然可以再做亲子鉴定 就连我也是问过律师才知道 蒋震荣还留了这条后路 我爸在医院动了精子 温奇亚文言脸色大变 蒋书旭却不以为然 看来温奇亚把他也蒙在鼓里 做就做 等几个小时又怎么样 你也只能拖延 温奇亚摇摇欲坠的声音打断了他 我们不做 已经有鉴定结果了 凭什么再做一遍 我们不做 法官 不要浪费时间了 然而他的异常谁都看得出来 连蒋书旭都难以置信地瞪着他 更何况法官 三个小时后 新鲜出炉的亲子鉴定报告 揭露了蒋震荣戴了二十多年的绿帽子 怎么回事 妈 我到底是谁的孩子 法院做的鉴定 让蒋书旭甚至无法自我洗脑 是我买通医院伪造报告 儿子的连生质疑 也可能是失去唾手可得的庞大财富 让温奇亚不能自已地痛哭流涕 你是我的孩子 这就够了 他哀哀戚戚地哭诉自己生下孩子后的辛苦 发现孩子不是蒋震荣的天崩地裂 为了不让孩子成为没爹的野种 受尽冷眼 也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成长条件迫不得已骗了震荣 好一个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冷眼看着他巧言令色把错推得一干二净 温奇亚真应该去地狱当百度人 有他这张嘴 地狱空荡荡 全员上天堂 可惜法律跟他以往哄骗的蠢人不同 没有血缘关系就是没有 温奇亚花半辈子去帮一个糟老头子 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走出法院 温奇亚撕开假面 恶狠狠道 蒋震荣这辈子都没爱过你和你妈 你们两个就是被抛弃的可怜人 你以为你赢了 好戏在后头 我毫不在意地笑了 是的 好戏在后头 这些年蒋震荣给你们花的钱可全是婚内财产 你猜我会不会追回呢 他们狼狈顿走 看来猜到正确答案了 蒋震荣就算超爱又如何 最后继承遗产的是我 不被钱爱的才是可怜人 很快 温奇亚住的别墅被收回了 因为是蒋震荣送的 保险柜里的金条珠宝没有了 因为是蒋震荣买的 就连银行卡里的钱都消失了 因为是蒋震荣转的 能把财产追回的这么轻松彻底 还多亏了爱记账的蒋震荣 他把给温奇亚的花销全做了记录 泽泽 男人呢 就是靠不住 蒋书旭也一样 他手中的股份是蒋震荣赠宇 没错 但鸡贼如蒋震荣 在赠宇合同上标注了赠给儿子 如今他私生子的身份破灭 被赠宇的股份理所当然可以追回 没了股份 曾经骑虎南下支持蒋书旭的高层也不得不下 我轻松将他从公司开除 我特意交代细查蒋书旭经手过的所有项目和资金 温奇亚大涛大买这些年 还能迅速还上亏孔 少不了蒋书旭在公司中保私囊的补贴 蒋书旭的手段不算多高明 专业会计师一查就查出不少账目问题 什么供应商经销商回扣 不翼而非的项目经费 虚报的亏损 为了更好的吸蒋氏的血 他甚至开了空壳公司 吃的那叫一个脑满肠肥 多好的送分题 我反手就是一个诉诸法庭 蒋书旭为了偿还欠款减轻刑罚四处借款 急得火烧眉毛 偏偏拜他们母子高调的遗产争夺战所赐 他私生子都不适的落水狗身份在北城 已经人尽皆知 没人愿意搭理他 我缺德的给蒋书旭发了个短信 恭喜蒋书旭喜提劳欲大礼包 蒋总什么获奖感言 许久未回 我若有所感 打电话过去已被拉黑 不过是得到应得的一切 为一部分所作所为付出微不足道的代价 他不会以为我的回合这样就结束了吧 原来真有人可以蠢到自寻死路 在公司地下车库被迷晕过去的那一刻 我只想冷笑 你跟你妈的戏码都一样老套 再度清醒 我已然在一个废弃港口 身上的首饰手表全被扔了 看着形容狼狈 写满落魄的蒋书旭 我没有克制自己的冷嘲热讽 蒋书旭顶着硕大黑眼圈的眼睛 歇斯底里 无所谓心 管用就行 不可一世的蒋不知 蒋大小姐 你不就又落到我手里了 熟悉的令人作呕的话 唤醒了我的记忆 用阴丝手段把我和妈妈下的神经衰弱 搬出蒋氏祖宅后 蒋书旭仍然不满意 一次外出 我被他迷晕绑到了一座别墅里 可笑的是 那座别墅还是我的生生父亲送给他的 别墅里安装了巨大的荧幕 环绕全景音箱 只为了在我眼前播放视频 他录下了杀我的小猫的视频 一遍遍 在我眼前播放 他逼迫我睁开眼睛 在我耳边讲述他折磨猫时的愉悦激动 又怎么把血混在水里 把猫肉混在肉里 让我一无所知地吃下去 在我偶的撕心裂肺 恨得目自欲裂的两天两夜里 他无数次重复 不可一世地讲不知 讲大小姐 你落到我手里了 回忆起曾经的梦魇 我颤抖着问出最关心的问题 我姐姐 也是你杀的对不对 蒋书旭意外了一瞬 爽快承认 你竟然还惦记着他 是我 看出我的在意 他炫耀般回忆起来 你姐姐比你谨慎多了 我盯了他好久都抓不到他 你猜我最后怎么成功的 吐着信子的毒蛇在胃里翻涌 我不可自控地多缩起来 但我并不想让他闭嘴 快说 说 那天你出去玩 回来迟了 我就骗他说你在我手里 他果然乖乖跟我去了堂边 我在那把他溺死了 大脑一阵轰天嗡鸣 即使早隐约猜到凶手是他 因为温奇亚不够分量 让蒋振荣对女儿的死至之不理 但此刻我对蒋书旭 依旧恨不得生蛋其肉 蒋书旭翻出细节继续刺激我 他想跑 差点就成功了 最后还是被我扯着头发摁进水里 他在水里扑愣的样子 像只包了皮的青蛙 丑死了 我本来没想杀他 就想给他一个教训 谁让他一听我还准备找你就格外激动 我得用大力才能压下他的挣扎 一个用力过猛他就淹死了 我还慌了一下 担心老东西怪我 没想到他那么不在意女儿的死 真不懂事啊 死在外面多给我添麻烦 知道把他拖回泳池 换上泳衣费了我多大劲吗 嗯 蒋书旭拍拍我的脸 甚至有些厌烦 我说不出话 没有任何语言可以表达我心中的愤恨 唯有用我的牙齿立刻咬破他的喉管 用他鲜血才能浇灭我五脏六腑 每一根血管的仇恨 他欣赏着 甚至享受着我的痛苦 想杀了我 可惜是你要被我 蒋书旭 不 温书旭 我从牙缝里挤出字句 我不是蒋震荣 秘密猝不及防被我戳穿 温书旭瞳孔急剧收缩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杀了蒋震荣吗 温书旭恢复镇定 看向我的视线更显杀意重重 无所谓 不管你怎么知道的 你都会死在这 带着你的罪行 我摇头 我设置了定时邮件 如果我第二天早上没取消 他会带着一切寄给警局 四目相对 谁也不肯退让 我和他都在赌 他赌我所说话的真假 我赌他 不敢赌 你到底怎么知道的 温书旭松开手 我赌赢了 蒋震荣死前不久 把你叫去病房臭卖一顿吧 因为你转移公司财产 想架空他 原来是你告诉他的 我说老东西躺在床上 要死不活的了 哪来的眼睛知道我的事 温书旭催了一口 你炸我 你没有证据 全是猜的 这么快就反应过来了 我挑眉 何以见的 温书旭有我不知道的细节 得知蒋书旭背着他的小动作 蒋震荣在病房把他一顿臭骂 蒋书旭早盼着蒋震荣死了好继承遗产 也不知道蒋震荣先找的律师撤销遗嘱 不再演戏 故意顶撞之下蒋震荣被他气死 是蒋书旭买通陪护伪造了蒋震荣的死亡时间 以防我提出尸检发现异常 也自信遗嘱在万无一尸 蒋震荣的尸体已最快速度被火化 可惜蒋书旭算错两件事 一是自己其实亲爹不明 二是被蒋震荣一副无条件疼爱的样子骗到 以为他是真慈父 事实上一触及到自身利益 比如发现儿子要架空自己 他立马就要撤销遗嘱 以此操控蒋书旭 对蒋震荣来说 听话的儿子才是他的爱子 二者缺一不可 等等 我根本没有碰总公司的资金 也没想架空那个老东西 是你 温书旭突然反应过来 见我毫不畏惧地点头 他气笑了 真是低估你了 借我的手气死老东西 蒋不知你打得好算盘 别推卸责任 我只是诬陷你 如果你们真是慈父孝子 这点假料根本无伤大雅 老东西死都死了 争论这个也没意义 温书旭吃笑 倒是你 等去了缅甸可看不到现在这个模样了 他抚摸着我的脸颊 眼底生出一丝垂涎 把你就这么送去缅甸还真便宜那帮人聊 我厌恶地避开他的触碰 想知道的都已经探听出来 没必要再跟他虚语威仪了 被警官反捡双手按在地上时 温书旭垂死挣扎 怒不可遏的瞪是我 你他妈的 温书旭被堵上嘴带走了 我蹭擦着脸颊 接过备用手机 打开蒋书涵的对话框 我被迷晕带出设置的安全活动范围后 埋在我小臂皮下的定位器自动向他报警 与我达成共识共同对付的蒋书涵 时刻关注信息 立刻报警 早在半路 警官就跟上了温书旭的车 温书旭被抓后坚持要叫我 否则不愿交代线人的线索 知道他想问什么 我见了他后直奔主题 回国前刚把定位器埋入皮下 超长续航 远程启动录音 猜到你会苟急跳墙 我用自己做耳 一切都是算计好了的 但你不动坏心思 我所有的招都是空打 温书旭沉默半赏还是不甘心 你早知道我不是蒋振荣儿子 那谁能看出来 你俩坏一窝去了 那你 如果我就是蒋振荣儿子 你要拿我怎么办 无计可施了 我摇了摇手指 温书旭 你不好奇我为什么在蒋振荣 那泼你的脏水吗 你想败坏我的形象 让蒋振荣对我失望 温书旭的猜测令我由衷感到滑稽 完全还停留在等老爹赏肉吃的 逮捕阶段啊 真是太小儿科了 蒋振荣执掌 蒋是多年有如铁桶一般 自然不会没发现温书旭的小动作 他只是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我比温书旭更早看透蒋振荣的本质 知道他的底线在哪 而这底线的在关键时刻踩才有用 我原本是有更好的时候引爆这颗雷的 但温书旭趁蒋振荣住院对蒋市旗下的几个小公司下了狠手 那些公司都是我为你预备的 我不允许你在接手之前毁掉他们 温书旭清楚我不是在说大话 等你分走这些公司 他们会拖着你和你从蒋家挖走的所有钱坠近深渊 温书旭颓堂摊坐在椅子上 他知道自己输得彻底 却不敢想 我会在监狱里经历什么 你都准备了什么 他像条丧家之犬一样摇尾起怜 至少告诉我我要经历什么 我但笑不语 在他的注视下离开 当然是未知 才最令人恐惧 我被困在那两天的噩梦里整整三年 即使脱困了很久 我也依旧不敢看电影电视 对食物和水有生理性的抗拒 看见猫就会尖叫流泪 三年里无数次 我将自己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 我痛苦那么久 温书旭因为经济犯罪在监狱里待的那区区几年怎么够 他要在罪恶的监狱 和罪恶的凡人 带到苍苍白发 带到与世分隔 带到他的罪孽 肮脏的灵魂被洗刷千百遍 方稍稍使我怒火平喘 安枕欢言 放心 温书旭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喜欢你死后这些故事吗 墓园里 对着蒋振荣的墓碑 我缓缓到尽这些天的故事 你喜欢 你看你笑得多开心啊 墓碑上我给蒋振荣挑的一照笑得开怀 那是他接温书旭进蒋家时拍的全家福 真合适 蒋书旭不是你的儿子 但性情跟你简直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一样的自私 狠毒 更别说他还真给你养老送终了 你养他二十年岂止是不亏 简直是赚死了 舒涵改了母性 和蒋断绝关系 你的遗产也一分不要 你对他的存在可有可无 他也当真弃你而去 某个角度上你们也是双向奔赴 至于我 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一切的真相呢 我偿还了你的生恩 也报了你的不养之仇 我们两不相欠了 我只苦恼妈妈也信蒋这件事 不然我早改随母性了 不过无所谓 蒋是个好性 只是可怜出了你这么个歹孙 你喜欢强调我的蒋是你的蒋 那么以后我会告诉所有人我随母性 蒋家的蒋 蒋不知的蒋 蒋不万的蒋 都是蒋心仪的蒋 玉气一扫而尽 我发自内心的畅快 你蒋真容绝后了 你这么重视香火 可千万要再气死一次 你对那么多的苦难视而不见装聋作哑 好像没有脾气的死人 如今苦难轮到你身上 就算你真是个死人了 蒋真容 你也必须要生气 天理昭彰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报应不爽 转身离开墓地时 一只流浪猫躲在一棵树后 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朝它喵两声 它颠颠跑两步 落入我怀里喵喵呜呜 我抱着小猫 在一阵温柔的风里迈步向春天走去 我终于跨过一整个灰暗痛苦的少年期 走向成年 我想我走出仇恨了 在我亲手报仇之后 如此 可谈未来 始终 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不竭 千次万次 毫不犹豫地拯救自己于世间水火之中 我差点下地 秇恨了 在第二步 这一篇前编络